S联赛秋季赛常规赛 最后一轮组内对决上周已经开启 排名靠前的队伍在努力守地名次 排名靠后的队伍也在竭力扭转乾坤 一个个都变身严肃老司机 军妹稍微有点不习惯呢 飞车也疯狂 为快乐领跑 一进休息室 杨随就开始和局妹念起选手宣言 我要训练 我热爱训练 训练使我教练快乐 队传果然疲 不仅打拒教练 还调侃起了对手 子墨是谁吗 所以说我问你啊 你又说子墨 他这么巧 谁不认识 他不是我正常 这么猜是吧 有了杨随的陌生人buff加成 E-Star又拿下了一番 嗯 何必有哪一日出没 还贱人准夸 好看啊 我说这个小姐姐弄得好看啊 这几头 动作划弄过 动作划贼射 动作划一直也没进到头发 本来就没有脱发 动作划这么长时间 就没见到头发多了 不过 对于脱发颠峰的 可是另一位选手 镜头要随着我的 镜头要随着我的 镜头你得跟上啊 我看我觉得你镜头不过去 你什么意思啊 和RSG欢快的画风不同 KR4被万圣节前夜的恐惧所支配 那不万圣节要的就是恐怖嘛 就是惊吓 被灭了之后那不伤心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它 红颜阴影也是一样 就是胆子很小 看过鬼片就是 好几天都会睡不好觉 就怕晚上自己出去上厕所呀 因为我们那边厕所路比较长 然后晚上又没灯 吃辣可能还没记事吧 然后我姐带着我去 小班部买了包辣条 回去喝了杯开水 我现在就不会吃辣的 小时候放鞭炮嘛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把鞭炮 就丢到了我后面的颗套袋 然后就死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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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一年死一年 然后就没爆 而且那个冰炮是最大的 再也不敢对别人丢鞭炮了 就是以前看那个视频吧 就是一个人在冬天舔那个冰柱 然后舌头拔不下来 把舌头拔掉了 就之前天天想天天想 就特别谨慎 小时候有一次就在 撤水都边扔石头 把自己扔下去了 拿着一个大砖头一扔 然后那个砖头比我重了 就把我带下去了 就很小的时候被车转过嘛 插了一下就插了一下嘛 但是感觉 踏入地狱那种感觉一样 给装昏掉了吧 那你会很怕车吗 不会很怕车 我不是玩coco飞车了吗 装人机那个钉子 在我的石子这里 来回戳了好几下 第一下没感觉 然后越打越痛 越打越痛 然后才发现把它停下 我被狗咬了 我真被狗咬了 我去买冰棍 然后就一条狗直接追着我 就直接上来就一口 当时嘛 我跟我妈出去一回来 摇一开门 我押了一条狗 就跟见到啥似的 就直接扶过来 你能被狗咬过呀 没有 我被你咬过 不愧是老司机 小时候就这么高 难怪在赛场上 无论是临跑局 还是后追局 都能当机一顿 下周就是全明星点赛了 小伙伴们 记得听好闹钟 不要错过哦 赛道上奔驰的老司机们 出发 我看了看手上的表 和上面的时间 灵机一动 赶紧和联赛老友 道上一身辛苦 唉 第一场比赛的快乐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